中国女排开赛在即,袁新月宣布重大决定,球迷振奋,蔡斌没看错人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阿三 众所周知,那么目前的话中国女排呢已经从福建这边呢飞往土耳其 那么备战了6月1号即将开打的世界女排联赛 作为中国女排呢进入2022年的第一场比赛的话 那么这一次的比赛呢有着非凡的一个意义 那么如果说我们能够在首场比赛当中取得开门红呢 有利于我们在世界女排联赛去冲击总冠军 而一旦在这一次比赛当中拿到一个好成绩呢 对于后续不管是亚洲杯还是市井赛呢 那么中国女排都是一个重大的利好 所以可以说这次中国女排的话确实有一定的压力 要争取呢在今年开战的第一场比赛当中拿到好成绩 而这一次的话对于中国女排来说 既然说有一定的一个压力啊 实际上对所有球员来说呢 想必身上的重任也是非常大的 尤其是作为新任队长袁新月呢 这一次他的整体的应该呢 也会面临比较大的一个压力和承认 毕竟呢这一次啊中国女排的官宣 他成为我们的一个新的队长的话 实际上对于袁新月来说呢 他本身除了队员之外呢 也承担起了一个整个去带领球队取得好成绩的一个重任 这一次呢他作为队长能否能够完成外界的一个期待 完成中国女排教练组安排给他一个任务呢 也是非常关键的所以对于袁新月来说啊 其实是压力也是动力 因此呢就在最近了为了更好的以更好的一个姿态和态度 以及心态去面对这一次的一个比赛 那么袁新月在我们中国女排即将开赛之前的话 也是在出发之前呢做了一个重大决定 那么这个重大决定呢 让很多球迷都看到了袁新月的一个决心 目前呢根据媒体的报道 那么袁新月在中国女排出征之前呢 他也是啊利用一个空闲时间的剪了一个短发 那么看起来呢非常干净利落 从袁新月所做的这个表态和决定来看呢 其实看得出来他这一次呢 其实就是我们常过一一所说的削发明智 就希望呢用一个短发能够有一个好的状态 好的心态 全新的姿态呢 去面对这一次中国女排的比赛 也期待呢能够以一个全新的姿态 期待在这一次比赛当中获得更好的成绩 那么除了袁新月之外的话其实我们还可以看到的中国女排啊 还有另外几个队员呢也纷纷剪了短发 应该就是期待以一个全新的面貌去面对这一次比赛 就期待能够帮助中国女排在新的一年啊能够有一个好的开始 所以很多球迷啊在看到袁新月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之后呢 其实也是蛮开心的 起码呢看到他作为一个新的队长啊 去应对这一次比赛的一个新的态度 那么期待呢他能够拿到一个好的成绩 而这一次我觉得袁新月这番表态呢也就证明了 蔡兵知道没有看错人 袁新月呢确实他已经知道自己身上肩负的东西 所以呢他现在的话也是希望用这样的一个态度呢 去表明自己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看法 也期待后续能够带着中国女排能够去建功立业 而且呢在近期啊接受采访的时候 其实袁新月呢也已经表示说呢 自己接下来的话会承担更大的一个责任 也希望自己呢能够快速成长起来能够完成大家的一个寄托 在这一次比赛取得好成绩 所以从目前总的情况来说呢 我觉得其实啊目前的话 虽然说呢这一次中国女排是一支老中心结合的一个队伍 但是大家呢已经是名牌自己身上肩负的一个责任 相信呢只要接下来中国女排呢能够发挥出我们的一个实力的话 这一次呢在世界女排联赛当中获得好成绩应该不是太多的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球迷呢在国内的话也希望能够给到中国女排这些姑娘们呢 在海外更多的一些信息和知识 好了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